女星孟婷丽葬礼,思音让人心酸,女儿陈乔温悼念,杨丽京晚期。 图,2016年2月6日50岁演员孟婷丽27日感谢休克昏迷后去世,享年50岁,她因流感导致肺炎,仍进夜排戏未充分休息,最后进休克,心脏及呼吸停止,导演和医护人员分别实施两次CPR才抢救。 回来,送医后被诊断出是脑溢血,弟弟孟祥渊在脸书上透露她状况不佳,希望好友和粉丝能帮忙集气,起料最后仍回天乏术。 图,孟婷丽是台湾知名女演员,是本土剧中的熟连孔,尝试演心机恶毒女,包青天,嫁妆,女人花,相帅传奇等经典戏剧中都可看见她的身影。 她2012年被发现罹患肌瘤,肌腺瘤,打算先拿掉肌瘤,之后便把卵子冷冻。 由于不久前才因为得了流感引发肺炎,孟婷丽却坚持继续工作,导致在拍摄加油。 美龄过程中,无预警休克,心脏及呼吸停止。 图,孟婷丽举行追思告别会,现场已有非常多亲友到场,并为笑孟唱声歌。 而被指压榨一人的民事副总也道场哀悼,引发了亲属的强烈抵触。 以太近追思绘现场,一眼就看见五大福他生前的美丽沙龙罩,摆放在他独信的主耶稣十字架下。 邓安宁,江洪恩,小马,格雷,陈孝轩,林伟等都来送好友最后一程,邝明杰哭中双眼,他跟两祖军都说小梦去当天使了。 汤志伟和Jibar上台唱小梦生前最爱的一首《爱我的天主》。 图,播放孟婷里回顾影片时,坐在轮椅的孟母突然崩溃哀嚎,哭声令人心碎,二弟孟祥瑞随即布满了高喊,民事草菅人命,我会带兄弟来处理。 让现场人人面面相聚。 孟婷里,王亚民事嫁妆和台式被当戏加油。 美玲,之前干戏一度24小时没合眼,才酿成了残祸。 图,前几年有一部叫《嫁个老公过日子》的电视剧《很火》,主演是张嘉义和陈乔恩,这两个人的名气都很大,在剧中有一个演员饰演陈乔恩的母亲,她就是孟婷丽,和陈乔恩一样都是台湾演员。 她赚到钱之后,家里所有的开支,都由孟婷里一个人承担,她每年都非常忙,一年到头都没有空间的时间。 陈乔恩曾发文道念惋惜。 图,孟婷丽排行老大,下有三个弟弟,一个卫美,是全家的精神与经济支柱,多年来拍戏没有积蓄,仍是租乌族。 她个性开朗,十分敬业,到下前,她还在脸书对自己喊话,我可以的,我可以的,虽然只睡三十分钟就又出门工作了,我一样可以做好的,雨水加泪水,我可以的。 其量发文完不到一小时就休克昏迷。 图,虽然孟婷丽也有一定的人气,但是她出演的电视剧和电影都是一些配角。 当红演员确实很赚钱,一年几千万都不是问题,不过对于跑龙套的群众演员,吃饭都成问题。 她透露,人生至此最遗憾的是,三十岁左右拿掉了和当时男友怀的小孩,因对方事业刚起步,两人又聚少理多。 所以后来终身未嫁,参考来源。